這隻股份廣交所 近期就好一點 我覺得最差一段時間 應該慢慢叫做過去了 當然剛剛提到 如果那個市場還會比較繁複 比較有些震盪 它的股價就不會一下子 會升得很多 但是如果你說去到譬如炒翻 去到今年下半年 第四季 或者去到下年 市場就好一點 到時的IPO數量 我覺得會開始要增加的 因為在這大半年裏面 其實香港IPO市場就剩得很厲害 或者很多公司都覺得市場又差 來到香港上市 看一些Track Record 很多隻都要潛水 或者認購的反應又差 所以很多都直接延遲了上市的時間 但是不代表它們不需要上市 如果你說市場現在好一點 資金開始重新留意港股的 到時的IPO又會捲到重來 所以你說港交上 我覺得就不是單單看市的成交 就說接下來的新股市場方面 有回復甦的 它都是其中一個很大的幅市來的 即是說它的股價會對於IPO市場比較敏感 如果你說真的要買 看看會不會可能回到150元 或者跌了一點點 就可以慢慢初步吸納回 上面我自己都覺得 接下來回到380元 至400元這些位置 那個機會都很大 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